比如說你下面後面這個底下你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反正你越多越好 然後 offset 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Offset 基本上也不難 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這樣 Reference 你就是以哪個為基準 那比如說我以這個B1當基準的話 那你裡面的話 只要這兩個參數可以不要給 Column 的話指的是你要 Offset 意思是偏移啦 偏移的話是 就是它跟B1之間的關係 是相差擠藍擠列的意思 那因為他們都在同一藍 有沒有 都在B藍 所以呢 Column 這個參數就給0就可以了 意思是都在同一藍 那會變的話基本上就是變什麼 相差擠藍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擠列的意思 如果向下的話那就正的 如果向上的話就負的 如果假設你以某一個儲存格為基準 向上記得是負的 向下是正的 所以我們的概念應該有吧 比如說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那就1嘛 這個是2嘛 這個是3嘛 一直到下面就32嘛 不就跟剛剛概念Index很像嗎 那就把剛剛Index 那個Column那個公式放到這裡來 有沒有 還有一個地方記得 B1的地方一定要前後都要鎖起來 那答案就OK了 我是覺得Offset還滿 相對我覺得甚至比Index還來簡單 那為什麼特別強調Index 因為Index用的人最多 Offset我發現很少人用 它不是不好用 是說可能每個人的習慣有個問題吧 OK 那就看個人用 如果你覺得這個順手 你用這個其實也滿好用的 所以很多時候很多的問題就是必須 你如果對於每個函數都是熟悉的 那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所以這裡的話也許可以試試看 向右向下 另外的話外面一樣Balmid 然後再LEN 結果一樣OK 那最後的話我們就來看那個VBA部分 我最後是希望寫出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什麼 清楚 這前面講過 一個按鈕是人事分欄 人事分欄的話就是什麼 從這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call到這邊來 然後幫我切割 OK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基本上也不難 首先的話第一個啦 因為這個範圍 所以我要先全選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是第幾列到 列的話是哪一列呢 你看看第二列到第九列 二到九對不對 然後LEN的話應該是第四 特別之外不是不能用文字 要用數字 第四到第七 所以我們可以喔 先寫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 for i 一般習慣是列 等於第二到第九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藍的話 我習慣用追 for追等於四到七 就兩個回圈 那裡面的儲存格就是 sales i追 所以我要放什麼 如果我要清除好了 所以喔 如果今天我要寫個清除 非常簡單 第一步一樣先開啟 所以待會請各位就是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叫做VBA 增加兩個按鈕 那我們就寫這兩個按鈕 那寫的方法其實還蠻簡單的 一 請你開啟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你就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這個 我先把這個 這兩個先清空 我先把它恢復成 原來沒有的狀態 那記得喔 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 因為未來會需要 兩個按鈕 所以呢 我們這邊清除就這個 然後人事分來就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該如何的撰繫 首先 這是我想出來最簡單的方法 我剛剛講 先列 for 一般的習慣是for i 列的話是第二列 到第幾列呢 第九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那告訴他說 哪一欄呢 就for 追等於第四到第七 一樣是Enter兩下 然後打一個next 就是這個範圍先確定一下 然後呢 你就打一個sales sales就是儲存格裡面的位置 先列 再欄 所以sales i的追 如果要把資料清空的話 那就是給他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清除的部分 就大致上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呢 在底下 再產生一個什麼 sab 人事分來 那如果說呢 我要把資料帶過來的話 其實一樣 你就把這個範圍帶到這邊來 複製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喔 我如果要產生像剛剛那個 我們要的結果喔 其實你可以 類似參考剛剛的那個方式來完成 什麼方式 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是先產生一個數字表格 那道理也是一樣啦 sales這個後面的話 應該要抓哪一個 這邊是喔 那我們 後面的儲存格可以複製進來嘛 所以喔 我們可以指向什麼 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們可以大概知道就是sales 哪一個 基本上這邊這個B2嘛 B2的話 基本上就第二列的B欄 那如果我現在 假設啦 我寫完這樣的話 我讓他執行的話會怎麼樣 他會全部都抓這個嘛 欸 顯然不對 可是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讓他怎麼樣 其實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喔 就可以把 剛剛的那個結果 可以讓他變 那可是要變的規則 我們來歸納一下 欸 第一次是2沒錯 可是呢 再下一次的話呢 那要變3 然後就抓下一個 再下一個要變4 所以因此可以推喔 可是要怎麼樣 剛好可以讓他抓下一個 欸 那各位有印象嗎 就是說 我們之前好像有用過一個k 這個變數啦 那其實喔 如果聰明的話 你可以看到 k 假設初時值等於 如果要從2開始的話 那我就k等於2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把k放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只要再加一個敘述就可以了 怎麼樣 k怎麼樣 等於什麼 k加1比較好 那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喔 第一次我把這個資料 先複製到這個儲存格 複製哪一個 複製這個b2的儲存格 那下一個的話呢 那我就是讓他加1 加了1之後變3 衝回去 那這個時候就要b3的資料 Easily推 OK 然後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執行的結果喔 欸 不過藍框好像不會自動調整 那其實我教會順便可以 再學一個叫colons的物件 column-s colons 指的是藍 如果你要自動調藍框 你跟他講說 我的d藍到我的g藍 幫我自動調藍框的話 就點什麼呢 點AutoFits 這樣就可以了 自動調藍框 那我打的時候一定是小寫 移開如果有手字變大寫 那表示應該沒打錯字 移開 欸 就打 OK 要把它執行給各位 有沒有 他這個時候呢 執行完之後呢 自動調的藍框 欸 你想說 哇 老師 欸 很接近的耶 可是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剛剛最後 用MID有沒有 去抓什麼 抓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後面99 可是這個方法 可不可以套用在VBA裡面呢 其實跟各位講 一樣可以 因為在VBA裡面 一樣有MID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打個MID 錢瓜糊 他一樣會跳出 一樣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現在這個資料 對 現在資料不用變 逗點 第二個是 從哪個字開始啊 那我要從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長度 所以一樣 LEN 在VBA裡面一樣叫LEN 哪一個儲存格啊 這個儲存格叫Sales 第幾列呢 一定是第一列 第幾欄呢 第幾欄呢 當然你現在不能用 直接打D欄 你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打D欄的話 那下D欄裡面幾個字 四個字 可是依然 可是依然 它兩個字啊 所以顯然不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請你不要用D 你用什麼 用追就好了 因為追是4到7 它會變動的 OK 然後後面的話一樣有沒有 後瓜糊 然後記得加多少 因為它這邊是四個字嘛 那我要是4、5、6 兩個字 所以加2 跟剛剛規則一樣 豆點 後面幾個字 幾個字 這邊10個字 OK 那其實跟剛剛一樣 99就好了 結果後面的字我全要了 那後瓜糊 好 基本上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喔 這個規則跟剛剛蠻像的 只是說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MID 豆點 L1N就算這個 這個的字數 那這個儲存格 我們用Sales的第一列 後面因為變動嘛 它會是4、5、6、7變動 所以用追 然後加2 豆點99 好 程式 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來看一下 這樣run over OK 知情一下 最後AutoFits 有沒有 就大功告成 所以 以這個地方來看 也不知道各位 會不會兩個相較之下 如果困難度來看 我覺得VBA 似乎沒有比較複雜 為什麼 其實它的邏輯很簡單 只是告訴它說 我的欄跟列在哪個範圍 然後我就把這個範圍的某個資料 複製到這個我指定的位置裡面去 因為會變動 所以我多個K 我就把這個地方加個K 就OK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最後的話 今天大概原則上 你們就把這個練習把它做完 最後請你們做到這個V 當然如果你還有別的解法 你就自己再附這個新工作表 還有一點 因為為了要避免就是說 有同學 當然不是說同學 就少部分有同學是有那種 可能會有抄襲 或者是說有用別人的作業的問題 請各位自行 在這上面加上註解 前面講過 你可以說 這個地方的話 你上面可以 這個K是什麼 你就自己在那邊打一下 K初始值為2 然後之後的話 底下你也可以說 底下 當然每個地方上面的部分 你都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單引號 然後敘述一下 打越多越好了 盡量不要跟別人一樣 好 切換給你們 OK嗎 畫面還給各位 程式部分的話 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們也可以 自己再去雲端上面參考一下 我剛剛做的公式雲端上也有 OK 其實說真的 這些東西 如果你將來要變成 你的履歷上面一個專業 一定要熟練 OK 一定要熟 怎麼樣確保熟練 就一定要多做 我想 這應該沒有別的訣竅 之所以會比別人 做得容易而且正確 大部分都是因為做了超過百次千次以上 所以一看 那如果你沒辦法做那麼多次 你就 說 沒辦法比別人聰明 有時候就是 這是什麼 情人補著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那個剛剛講的部分 我有多講一個offset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那個VBA部分 當然如果你還有想到其他的函數 可以解決問題 歡迎你可以再補充 沒關係 多幾種解法